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黄柳霜了解到宋美龄拒绝在餐会名单上 加上黄柳霜的名字 原因很简单 在宋美龄看来 黄柳霜代表的是只有洗衣店 餐馆老板 黑帮和苦力组成的就中国人形象 中国还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 他们才能代表新中国人形象 黄柳霜心里无比失落 无比痛苦 在美国 他受购了种族片健而难 以种类主流 可待以宋美龄力代表的中华民国 才又因荧幕形象不佳 而被排斥 1949年 黄柳霜宣布退出影坛 1961年2月2日 黄柳霜在家中突然心脏病复发去世 其后的几十年 黄柳霜的声明渐渐淹没 直到2005年 是逢他的百年诞辰 他的传记才在美国出版 而在他的祖国 不但仍未出版他的传记中文版本 而且关于他的研究文章都少得可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